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关注 点转发点赞看 一键三连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我这边送出的一份 学习大礼包 欢迎找我喝茶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菱小胖哥 有一个老哥他过来是荷兰那边一个老哥 他们应该也是做店群之类的 他问我他说你京东的入住费用是多少 我说看你入住什么类型的店铺 而且要看你有什么资料 他说入住的是京东POP 我说什么类型的POP 也很关键 你得告诉我我才知道 他说我这边只有营业执照 我想入住的是旗舰店 我说什么类目的一个旗舰店 你可以告诉我吗 他说是家机日用的一个旗舰店 我说家机日用最近可以下店 你有执照但是有对工吗 他说没有需要跳 我说如果说需要跳对工的话 旗舰店铺下来的话 费用可能在两三K左右 我这边都是入住成功之后付费的 他说你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然后我问一下就是 咱下店的话这个三级内幕可以开到多少 我说价格的话还算OK吧 不算太高 如果你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价格 你十个就是另外的价格 我这边入住基本上都是有量有价格的 内幕的话像家机日用 基本上是钱不可以开 没有啥问题 他说我没有说是一个店 我是做店前的店不蛮多的 那你类幕能不能保证 钱不开呢 我说家机日用的 一般都是开三个二级类幕 下了店之后可以再增加 一般都是家装软饰 生活类 收纳用品 这三个类幕 其他的一些类幕可能需要资质 所以说我不能保证钱不开 但是能开这三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说我这边有一个人呢 刚刚给我下店三级类幕开了不到50% 我准备换掉了给你看一下我之前开的 或者说你给我看一下你给别人开的 能不能像我这样 我说看这个看不了 我下店基本上帐号密码就给客户了 客户就改了 我也进不去 然后呢 你说的这个类幕是没有问题 我们也刚刚下了几个专营店旗舰店 就更不用说没有啥问题 他说那你这个价格的话 旗舰店的品牌售钱是可以用多久 我说一般旗舰店的售钱的话 这个价格呢 都是一年左右 他说我这边是五年的哟 我说五年那你可以直接带我了 旗舰店店铺 如果你有这个价格 我下次还可以找你拿 售钱我们还可以合作 不光是你可以找我做 我也可以找你做 你这个价格呢 我出去还能赚不少 他说那你这个价格的品牌 后细售钱一年大概是多少钱 我说后细的话如果细费的话一年呢都是几百块钱 我这边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价格 他说价格 另外一回事 你要是保证类幕能开的话 我们可以谈一下合作 我说类幕你说的那一些我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也刚跟招商沟通了 基本上都可以开 他说那你如何给我保证 你能开这么多的类幕 我说开店的时候 你开的时候已经知道 你之前找别人下店有可能你是被别人给坑了 因为开店的时候 初审他让你选择什么类幕 副审招商也是会让你选择就是那些类幕 基本上类幕都是可以下的清清楚楚的 不存在说下来会被减少 类幕少是有可能的 是但是开店的时候就基本就确定了 这边你限量我下店的时候 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类幕 他说好的 明白了 那我这边可以跟你电话聊一聊吗 我说我这边呢 相对来说比较喜欢文字沟通 你信我 我说一句话 你信 你不信我说再多 都是一样的 下店也是这样 我这边下店都没有合同 也没有什么保证 也没有百分百 你给我资料 好 我给你下完店铺 把店铺给你 你把钱给我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事情 你说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呢